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在上周四的时候在Kelly Beach附近被冲上岸 而根据科学家的推测 它应该是跟早先在Pillar Point沿岸所发现的金鱼为同一个种类 而Marine Memo Center的一位发言人也描述了金鱼的状况 说明这头成年的灰晶为雌性 长大约为40尺 冲上岸的时候尸体因为已经严重的腐烂 因此让研究人员没有办法进行彻底的验尸 只能做外伤跡象的骨骼检验 而虽然科学人员截至目前为止 还是无法断定这些鲸鱼的正确死因 经过初步判断 坐头鲸的敦力外伤 似乎是暗示着它可能是因为被船集中而死去 其实在过去的两个月内 已经有两头鲸鱼在海峰北北处13英里的地方被冲上岸 而一头抹香鲸在4月14日 和一头坐头鲸在5月5日 在Pacifica的海滩上面被发现 而最新的进展为科学家可能会在周三的时候 对被刚发现在岸上的这头鲸鱼骨骼进行研究 看看是否有其他的创伤或者是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 下一则新闻也跟生物界有关系 就是今年蜜蜂的数量大幅的下跌 与前一年相比大约少了40%的群蜂数 而这件事情也引起了白宫的高度重视 不管是因为细菌 环境破坏 寄生虫 杀虫剂 或者是因为授焚减少造成的食物短缺 蜜蜂都正在大量的死亡 联邦政府在周二的时候宣布将近一切的努力 来帮助对美国经济有着重大贡献的这个蜜蜂 而白宫计划将拨出700万亩的联邦土地 比俄勒冈州还大来养殖这个蜜蜂 黑麦金斑蝶和其他对授粉植物有益的动物 而政府还计划大幅增加研究经费 来了解蜜蜂大量死亡的根本原因 而对于居住在Richmond 并在家中后院有着植物苗圃的居民安妮来说 他个人就非常地鼓励大家在家中种植耐旱 并且对蜜蜂有益的植物 因为每个家庭的后院与花园加起来 就能够提供数百万亩的土地 来让授粉并且有益的动物气息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